当你签下巨额债务被逼婚又被渣男骗 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这是华少在一档节目中问宋倩的问题 这是一个严肃又艰难的问题 而宋倩却由他的人生回答 神马叫拼命三娘 那时的宋倩才二世出头 被迫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随着成长 他要去北京上学 要出国留学 这些都是需要经济条件 欠宅后又被逼婚 最后遇见渣男 还被骗光了全部财产 对很多人来说 人生也该到此为止了吧 但是宋倩却说 我接受 现在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还是那个宋倩 他现在在走向那个巨额债务 我接受 确定要 我有勇气和智商 我可以去努力赚钱啊 这不是宋倩真正的二十岁 但这个答案却是每一个宋倩的唯一 十八岁就在韩国经历歧视 这样的困境对于宋倩来说不算什么 因为他叫拼命三娘 从十岁起就开始压筋练武 后来凭借着独有的天赋 成功被北五发掘 出道北五的时候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在这里聚集了很多的舞蹈大咖 他需要不断的努力 才能出人头地 所以在那个时候起 没日没夜的练习 转圈跳跃 成为了他的生活日常 后来他被韩国星探发掘 以软体动物的人设 成功打建韩鱼 毋庸置疑 练习生的生活依然很苦 可宋倩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路 然而当时出道韩国的宋倩 发现二十岁的自己 就已经是大龄练习生 他深知自己耽误不起时间 每天不断练习 泡在舞蹈房 靠着不服输的精神 成为人气最高的组和FX的队长 会叫他们起床吃饭 会给他们办生日惊喜 所有事情都会办得清清楚楚 哪怕天塌下来 也有宋倩帮他们顶着 那个时候他也才二十出头 就成为了组合里的妈妈 在黑暗的娱乐圈 他们几个姑娘相依为命 遇见什么都不会退缩 当时的老板甚至还为他取名Vitora 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姑娘 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力量 无论做什么 如何他都会成功 宋倩花费七年的青春 以绝对的实力 在韩国闯出一片天 那么在他最巅峰的时候 为何会自降身份回归内渔呢 皆是因为韩瑜黑暗 2015SM宣布FX团队中的成员 崔雪莉退出组合 实实在在成为了SM公司的气子 虽然人气极高 但是出道多年没有硬原色 没有粉丝名字 就连专门的演唱会都没有 随着崔雪莉的退出 宋倩唯一的依靠也没有了 深知继续待下去 没有出路的宋倩 选择回国发展 不但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而且还走上了演戏的道路 出演第一部戏 就拿到了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她 演戏之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瞪眼尬哭 成为了她身上的代名词 遇到群潮最多的 就是那段在电梯里崩溃的片段 别人浪费时间爬楼梯 时间就是金钱 Time is money 吗 啊 告知谁 至今都是被称为反面教材的 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想要维持热度 就要不断的创新 不管是在舞台上 还是影视中 所以她演了很多流水的剧 在这些剧中不断的磨练 演技也慢慢的提升 算是打通了演戏的任督二脉了 此后凭借下一站幸福 成功出圈 也让人知道了这个实力与外貌兵存的她 可以说韩国出道的那余艺人里 人气最高的非宋切莫属 出彩的业务能力 工作起来拼命三郎的态度 成功收获一大批粉丝 也因此被粉丝骄傲的称为红回国的 然而就这么一位在国外都吃香的她 近日却被骂得体无完肤 曾经火遍韩国 如今回国后 却遭遇群朝被骂疯子 宋切到底干了什么 事情的起因 正是起于那场毫无硝烟的战争 HM事件 当时HM抵制新疆棉花 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开始了全面抵制国外产品的活动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首先表率 直接宣布取消和涉事品牌的合作 而这其中就有宋茜 作为HM的代言人 宋茜首当其冲 直接发布声明和该合作解约 十分迅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 企图对国家及人权抹黑造谣的行为 这样的表率令人敬佩 维护国权是中国人的本质 艺人们解约也是再争吵不过的事情 不过让人感到吃惊的是 宋茜因为这件事情 被骂上了韩国的热搜 包括宋茜之前的事情 也被挖出来 骂得那是惨不忍睹 面对这些喷子的指责 宋茜毫不在意 国内的粉丝 也只是简单霸气地回去一句话 管好你们自己 可能这是宋茜被判得最无辜的一次了 DJHM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爱国又有什么错呢 只能说人红是非多 太红了你喘口气都是错的